改喻十二首 其一 张九龄 何求美人者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春天里的幽兰翠叶分批 秋天里的桂花皎洁清新 世间的草木勃勃地生机 自然顺应了美好的季节 谁想到山里隐匿的高人 闻到芬芳因而满怀喜悦 草木散发香气源于天性 怎么会求观赏者攀折呢 再读一遍 改喻十二首 其一 蓝叶春微蕊 桂花秋皎节 欣欣此生意 字尔为佳节 谁知临妻者 闻风作香月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